好了,有新的孩子就会发现我们又换了一个新地方去玩,对吧? 刚才我们在荷花池当中去了解了荷花,那现在老师要带领大家走入哪一种花呢? 大家认识这种花吗? 有没有什么颜色的呀? 白色的,对不对? 那它呢,是在冬天尽将开放的,这种花就是梅花,那我们今天要去学习一首和梅花相关的古诗了,这首诗歌呀是王安石写的,我们一起先去读一下啊,说,哎,你看也是一句,四小句是这样的吧? 那每一句有,一,二,三,四,五,有五个字,这叫刚才七个字叫七言绝句,五个字叫什么呀? 哎,特别棒,叫五言绝句,那我们可以用二三的形式去读,对不对? 来,先一起试一试啊,墙表树之梅,林寒独自开,窑之不是雪, 唯有岸将来,特别棒,好了孩子们,刚才我们先去初读了一下,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样,我放慢速度,你可以拿出小手来,跟着老师我们一起去读一读,好吧? 那有一些字,我们可以先把拼音标上啊,七,一,昂,墙,对吗? 墙脚,树之梅,灵汉足梅,灵汉列哟,灵汉足自开,对吗? 暗香来 暗的评文放在这 直接是傅月母 暗香来 好了 专家老师咱们一起去读一下 梅花 梅花 王安时 墙角 树枝梅 凌寒 独自开 瑶枝 不是雪 唯有 暗香来 它呀 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 在一个严寒 在一个大冬天当中 那么某一个角落呀 就争先开放出了一些梅花 它们冒着严寒 零寒指的就是冒着严寒 对吗 冒着严寒呢 独自的开放 那离得很远 梅花呢 又非常的洁白 你看有红梅 有白梅 是吧 那么非常洁白的这种梅花 远远的看上去 有的人就会 误认为 呀 前面是不是 雪花呀 可是作者 王安时 他远远的就知道 这不是雪花 为什么呢 因为梅花的味道啊 真的很清香 所以作者说了 唯有暗香来 因为有一种暗暗的香味 已经传到了我的鼻尖 好了 孩子们 这就是这一首梅花 它所要表达的意境 我们知道一般的花朵 它都是在夏天 在春天 这样的季节 春暖花开的时候去开放的 对不对 可是梅花 它是能够独自的 在这个严寒当中 还伸展自己的身体 展露自己的美丽 绽放自己 那梅花 它有怎样的品质 值得我们去学习呢 有的孩子说 哇 它真坚强 也不怕冷 是吧 有的孩子说 它很顽强 梅花的那种高傲 顽强的品质 我们能够看到 并且也能够在赏梅的时候 自己也吟送起梅花这首诗歌了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现在最后再去读一点 然后老师要考察大家了 把小逆风送出来了啊 来 梅花 梅花 王安石 梅花 王安石 墙角树枝梅 凌寒独自胎 咬之不适血 唯有暗将来 OK 小逆风带出来 嗯 来 我们一起来背诵了 一起来活动 活动背诵了啊 梅花 梅花 王安石 那个地点告诉了咱们在哪呀 墙角 是这样的吗 好 预备开始 墙角 树枝梅 树和枝都是木字旁 是吧 嗯 林寒 独自开 远远的就知道这不是血 摇枝 不是血 为什么呀 哎 唯有暗将来 特别棒 孩子们 现在我们可以下起山来 活动活动 跟着老师一边做动作 我们一边去背诵诗啊 摇头晃脑 梅花 墙角树枝梅 林寒独自开 摇枝不是血 唯有暗将来 好了吗 孩子们 好 那我们刚才 哎 在这一首梅花当中 我们来积累五个词汇啊 第一个 第一个怎么读呢 哎 梅花 我们一边来复习词 积累词 一边来复习天音啊 来 梅花 摇 哎 梅 那么梅花的生母应该是摸 两个门洞 摸摸摸 对不对 好了 老师来写天音啊 摸 哎 梅 你现在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在你的讲义当中把拼音标好啊 梅 好了 花的拼音咱们也学过了 花怎么拼孩子们 花怎么拼 哼啊 哼啊 花 对不对 对不对 生母是喝 生母是一把一字 喝 喝 喝 好 叶母是 乌 对吧 叶母读得非常短 是吧 叶母是 啊 好了 在读的时候 喝 啊 花 叶母非常快速 对吧 花 花 哎 叶母的音非常的长 声音很红亮 好了 那么 哎 梅 喝 啊 花 梅 花 特别棒 好了 那么这个 之 它是一个整体认读 对不对 对之 像个二字 滋滋滋 啊 这个滋 加一字 滋滋滋 对不对 后面加小一 还读 之 整体认读啊 之 叶 叶 同样啊 整体认读 叶 好了 之 叶 整体认读就是咱们整个去看到 不用拼了 是吧 之 叶 哎 特别好 下一种 毒字 怎么拼心音呢 孩子们 怎么拼心音呀 哎 我们可以用它去查字典了 是不是 登 无 毒 登 登 我们知道正六 蹦 反六 登 那登 怎么写呀 肚子朝左 还是朝右 哎 朝左 是吧 登 无 毒 字 字 哎 不用拼读 直接来了 是这样的吧 好了 读 读 字 哎 真棒 再来一遍 读 读 字 读 字 非常好 下一个 雪 花 这期咱们都能都学过了 都能自己听了啊 孩子们 雪怎么听啊 哎 西 游 雪 那 生母是西 是这样的吧 月 这个月母 它是一个副月母 我们下半学期会学到 它读 月 对吗 雪 雪 呼啊 你看花又来了 是吧 呼啊 花 哎 你看这样的天音都在你的讲义上 把天音交上 写的字慢的孩子可以先在前视频啊 好了 雪 雪 雪 花 花 雪 花 哎 特别好 最后一个 遥 远 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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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远的反义词是近 是不是 尔 远 好了 孩子们 遥 遥 尔 远 遥 远 OK 最后再读一遍 我们通过梅花来拓展的一些词汇啊 来 第一个 梅 花 第二个 知 叶 特别棒 这口型啊 第三个 独 字 雪 花 遥 远 好了 孩子们 你掌握了吗 你掌握了吗